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反威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就要讲一下 真的以为你抹水呀哥 一位新移英港巴KOL 就大胜了 不过就不是他病了 是他弟弟就要去看眼 想问一下各位同路人 就说他的弟弟验完眼 就订阅了去GP看眼 然后7月看完GP的医生 好像不多认识他弟弟的问题 他上网查完一轮 就说要refer到医院看 终于刚刚就收到这个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信 一看 原来一跳要跳到十月月尾 才可以看 想问一下各位同路人 究竟 这样 等五个月正不正常 好幸好 我心想 弟弟就是他的儿子 眼睛应该不是太严重 如果真的要等他医疗 那怎么办 他就说 什么不是儿童是有优先的吗 整个大英只有你一个儿童 是的 亦有人说香港牌 眼科两年 基本我老板 他就说 我以为 这里是 儿童有得优先 所以我很错愕 等五个多月 我明白 都不可以比较的 以前去诊所或者私家 医院看太容易了 但有人也说 就算香港看私家也预约 你看 哪个 医生会 会是儿童优先插队 又是 你不要以为 他说都不是我看 我儿子看 儿童你不是优先吗 当然我们每一次 做节目 讲这些个案总是要带出讯息 看看英国 官方数据 是不是儿童优先 好吧 好 我们看看 现在 不单止英国 国家医疗系统 成人就医困难 系统的 拖延看诊 亦越来越严重 刚刚 英国做了份调查 大概三成英国人 因为无法 虐得体症 只能够祈祷自己自动好 其实呢 是的 少女的祈祷 可能更好 英国境内 从年初掀起了医医 医护人员大罢工 已经拖了大半年都未解决 更加令到 求疹难的这个问题是雪上加伤 最新做个刚刚出 原来 你经常说优先 你看看英国 病童是怎样 原来英国有高达15000名病童在去年 就应该动手术 避炎误或者取消 想想 别人要动手术的避炎误和取消 何况你看眼 其中 4000人就因为 缺病床 比前年是升了六成多 百分之六十多 亦有3000人 缺乏 医护人手 而被延迟 比前年 比之前 是升了五成二 有些 小孩子 一言再言 已经是等了几年 你等五个月 严重影响到英国下一代的健康 亦都造成了 是很多家庭的额外负担 这份调查 其实 亦都是 收到这些 资料 其实 已经显示出 原来 自从100年以来 就有近 6万名 儿童 手术被取消 施得双数据 将会更加庞大 缺床位 缺人手 缺床位 是一样的 床位我们不知道 是身体的 是指 人员配备 买一张床很容易 我相信英国是有钱买的 买很多张都可以 没有人 现在最大的问题 缺床位或者缺人手 而取消手术的主因之外 其实 手术当日过度挂号 还有 是缺手术桌 手术桌 其实又不是缺桌桌 又是缺那些 是可以帮你施手术的医生 当然了 你说你有压力 想什么优先 你知不知道这份报告也说 家里有病童的家长的压力很大 因为 为了陪伴 这个弟弟做手术 你之前 请假 结果你说对不起 你要cancel 要搞定才行 因为没有人 帮你cancel 本来要请假 小孩又要请假 家长又要请假 家长又要工作另外安排 其实 包括 对手术患者 的压力都很大 家长自己的压力都很大 等一会 明明是 跟老师说 老师不好意思 我小哥 要那天 问诊 或者 要做手术 可不可以请假 结果 那天就不是 再来一次 老师说 就算老师 没有什么 说 你自己 都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 安排人手 现在 帮小孩 预约了 又做手术 好像 卖彩票 是的 真的 可能不行 不是 不是一百八先 到时 分钟是 要做手术 当日才跟你说 不好意思 没有床位 或者有什么 状况出现了 做不了 当日真的试过 你之前也介绍过 真的有这些 不是假文 是真新闻 等这么久 亦错过了关键的手术期 对于患者 可能会产生一辈子的健康影响 身心也是有影响 在 问不到诊的时候 只可以 上网 我们之前说过 有KOL 上网 问证 其实 之后 医生打回来 其实也比较迟 所以 你自己想 你说什么优先 怎有优先 起码还有万多人排队 最少 这个还是完全统计的 因为他只是统计威尔士和英格兰 这个数据 另外 现在的趋势 就是 去不了门诊 亦靠英国 遥队看症 不通过这一关 要看到实体医生相当困难 有些病人从头到尾都是 打电话 但你始终打电话 和视频都是差得远的 他通过屏幕去看 和真人见到你也差很远 这是事实 其实 说真的有些人 连拿到药效都未见到医生 老一辈英国人 对于这种 体症特别不习惯 因为你叫那些老人家 打电话问证 又或者用这个视频 说真的我自己 也不多习惯 结果造成 想看医生的人大量涌入 急诊室 及急诊患者 抢医生 令到急诊的病人 一等十个小时 这个很少 你记得之前我们说过 有人试过等72小时 记得我们之前说过 最严重是在百明汉 有些等十几十个小时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 要他看病 就算是很快上手 甚至认为比以前的实体体病 是实惠得 一些人就用一些 叫做体症的App 要求 线上挂号 再上传照片 医生线上 在诊断之后 只要在 同一系统 开处方就可以了 患者 可以在 家里附近的科学院取药 有些体症软件 亦能指定 要与 AI医生 等很久才有下一回合 去和你 问问你 进展点 后来他也不进 自己都好了 事实上 最搞笑的 有英国的媒体 诚哥 你有没有试过打电话 撑你 别人是私人医生 不用 你觉得诚哥没钱 其实这个记者是否在玩他 你明知道 你明知道辛伟成家族那么有钱 养个医生是什么 他老婆这么大的家族 从疫情时代开始 英国医疗系统出现了大问题 不少患者就无法及时 去就医 到了去年 其实医疗系统 彻底崩溃 大量的罢工医护 亦令到这个问题 难上加难上 你等五个月 我觉得 是一个 我觉得都 OK的 那么 不过这个辛伟成 亦都是 他 7月头推出英国历史上最大的 这个 叫做 招医护 最搞笑的是他一说这个 结果医护流失也很厉害 你不单止招不了 或者招得少 我不敢说他招不了 你保住那些 人不走已经好好了 我打算 然后 在填上大量工作人员 当然现在空缺也是多的 但是辛伟成的时间 其实不多 不多 因为卫生大臣已经承认 原来 在辛伟成说 推出这个史上 最大规模的招聘 医护之后 怎样 恶劣的状况加剧了 哎 是不是人工方面 都是 流流的 我都说和其他五眼国家 比英国人工真的算低 怎么办 怎么招 其实 你留下的人已经算很好了 是吗 是 优区原因 不走的 我们看看和其他国家不同 英国的医疗服务 全部由国家财政埋单 负责这件事的机构就是 国家医疗服务系统 即是NHS 这个机构是英国公共医疗 保健体系的 当然是一个 重要一环 其实这个体系 以前 疫情前 都真的OK 疫情前都OK 但是 现在都可以说 用大陆经常用个字就是爆雷 哈哈 其实这个系统 就是通过预算基金的形式 进行资金运作 资金主要是来自 财政部门和一些捐款 意味着 无论个人的财政状况 如何每个英国公民都有权利 享受到公共医疗服务 而不需要因为经济原因 而是担忧医疗保障 其实 这个国家医疗系统向公众提供全面的服务 服务的范围也算说 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覆盖各种疾病的诊断 治疗 康复 长期护理 等等的服务 但是因为英国保守党政府不作为这个机构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已经是严重爆雷 去年 大概有17万名员工 是离开这个机构 十几万名 你说有史以来最大招聘 那你都给一些诚意 老板 最大的盛业就是钱 薪酬 或者很好的福利都可以 但是很多BNO都说想去做 你不合资格的嘛 老板 就没有质量 会不会放宽 资格 他们有做一些比较低级的 当然不是有质量的 我看到有人做的 有人做的 有些 等待的 可能是有人做有个群组 但是 我都说过 在英国亦有很多 医护移民 澳洲的群组 也有很多 早前有一篇 有一个医生想移民来澳洲 结果他说不要去 原来后来我看到为什么他说不要来 是因为 第一 就是税高 他说原来 由英国申请过来做医生 他说要整个月填一个很长很长的表 事实上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你是第二个国家 当然你看回 其实 我发现了很多英国医生 很喜欢落脚黄金海岸 几个典型的英国例子 全部都是我们黄金海岸 这个Hospital 是不是 特别缺人手 还是怎么样 伸水很好 据我所知道 哦 完全没听到没有 诚哥 现在叫做黄金海岸 医院 以前是用我们大学的名字 Griffith University Hospital 生巢是相当好的 这个是我知道 听到没有 昆士兰州 对的 相对英国来说是比较荒谋的 这个现实来的 但是 可以这么说 只可以用身水去搭救 搭救 我也说过 小BC的 姨妈 就是最经典的例子 她是很辛苦的 她每个星期要飞几次 每个星期要飞一次 但是 大概 我看到我表妹刚刚移民过来 我小BC的姨妈是做急诊室医生的 如果她在英国继续做 我表妹在英国继续做 她一个月的薪酬就等于小BC姨妈一个星期的薪酬 当然是通宵间是很辛苦的 小BC姨妈做的 而且是 比较農村的地方 是很村的 看看你肯不肯去 说回17万的员工离开 再加上 这几年内部也有问题 英国医疗系统出现大量问题 就诊的时间过长 资源不足 服务不均 在英国各地都出现 这个事情不是我说的 每日郵报说的 首先是什么 就是后诊者积压问题 所以你不要说等五个月 大把人比你长 大把人比你长 还有我们之前说过 其实有些人还是有长生管 你记得吗 还有些人是有后遗症的 现在职压的后诊者太多了 由于英国居民的 就医需求相当旺盛 再加上 医疗的资源 当然政府撥款不足 令很多人等的时间很长 而且医生和护士的 数量有限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 所以患者等几个星期 甚至几个月 都是加上变化 所以你不要问人家 小弟哥是否能够先 他意思是说我小弟哥是否能够先 小弟哥是没有 其次就是医疗的 资源分配不公 也导致体病难 我们看看 英国的医疗服务 在不同地区和医院之间的差异 一些地区拥有更多的医生 医疗设施 而且还有药物资源更加好 而其他地区面临的医疗短缺状况是严重的 其实澳洲也一样 澳洲也一样 澳洲是没有人肯做的 远 一切飞来飞去 这种不平衡 澳洲是肯定给够钱 澳洲肯定给够钱 澳洲肯定给够钱 这个道理 我还记得早前 其实这条新闻也是传到英国的 就是我们昆士兰州有一个 公司 基本薪酬 50万澳币一年 后来没有人肯做的 请了很久 结果在我们布里斯本有一个 在当地出生 是农村来的 就回家乡做 这样 你想想一个地方 可能你没住过这么少人的地方 你觉得那种寂寞 悶闷 其实也挺难的 我去过 但我没有住过 我去过 很少的村庄 小村庄也比我们多 几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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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也少 整个汤应该不知几十人 真的只有一条街 我都住过这些地方 我都住过这些地方 很短时间 另外由于 你知道英国和很多发达国家一样 人口老化 医疗的需求肯定会增加 虽然 公道点说 其实国家医疗系统的 员工 真的是尽力 究竟新卫城肯不肯比呢 他就说不谈 原来 卫生大臣也公开承认 后诊者数量 现在是快速增加 一年已经增加了六十万 达到 七百四十万 而英国 总人口 六千多万 意味着 百分之一英国人 没办法及时就医 这种状况也令到新卫城政府相当头痛 没多久之前 英国当然出现了大规报的罢工 要求政府立即加薪酬 但政府就说不行 抗争者就说 保守党政府现在什么都不管 根本 将英国人的 安危置之道外 他又说你保守党政府是什么 你罢工 你罢工就没有这样的事 但是他们就说 你这么低薪酬我自己也不够 怎么继续服务 所以面对这些抗议新卫城推出大招聘项目 就打算招聘十万名以上的医护人员 稳住英国的医护系统 其实你不如 叫那些人不走已经好好了 你不肯加钱 大哥 说来说去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那个问题的根源是在哪里的 其实我想到一样的就是给他英国身份 这个都行 但是他们要减少移民就成了 现在的 是的 这个也是 自相矛盾了脱欧 你说得对 你死不死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当然时间不多 明年大选 其实 我觉得已经是过了期 始终你见到成效是 一两年 你明年 你明年抽天之前就选举了 现在 现在八月了 是吧 英国在九月开始 两两地抽 只剩一年时间 这么久 我觉得不够 另外说去脱欧 原来英国的巴克来银行 现在都在考虑 要将欧洲的总部 从爱尔兰的都柏林迁到巴黎 如果是成行的话 再次推进巴黎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记住之一 其实它和伦敦 都是有差距的 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 特别在英国脱欧之后 这几年 之前都说过巴黎的股市市值 曾经 超过伦敦 为什么说曾经 我不知道 因为股市市值可高可低 巴克来银行 当然 在提交外尔兰分行的业绩报告时 就说现在就考虑 更换欧盟总部地址 以便他们银行在欧盟的业务更加平衡 因为搬去欧洲大陆始终 是好一点的 因为 外尔兰 外尔兰倒地 都是不是欧洲大陆 英国 决定脱欧 亦都陷动了全球金融业的格局 并且令到伦敦的金融业 没有办法自由地进出欧盟 令到英国 银行业纷纷 在欧盟建立自己的业务中心 以便 维持 欧洲的业务 其实巴黎就成为了打赢家 你说有没有那么快代替到 伦敦呢 我相信没有那么快 但是都是那一句 它逐点逐点地沾着沾着 会不会有一天真的行呢 就没人知道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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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